你好,欢迎收看10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旅会 太平洋国际龙洲锦标赛22号在鲤鱼潭举行 县长徐正蔚,立委副昆琦,华东总管处长郭振林 还有花莲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都到场为选手加油 县长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花莲 能够在背片美丽的湖光山社中尽情地享受比赛乐趣 花莲2022太平洋国际龙洲赛 县长徐正蔚表示 本次赛事在花莲鲤鱼潭风景区热闹登场 跟我来自全国各地107个队伍 1900多人参赛 让许多爱好龙洲运动的好手 同时借由运动赛事的举办 为花莲带来了许多运动的商机 感谢全国所有的龙洲好手 每一年都期待来到花莲 跟全国以及世界的好手来交流来较量 我想在这个湖光山社最美丽的鲤鱼潭 我们展现我们良好的情谊以及我们良好的竞赛 我想这是每一年我们都期待 而今年更有破百107队 我们所有的好手竞技在花莲 我想这个盛事是我们年年共同累积 年年共同创造 年年获得世界的佳金的使缘 对不对 对 107支的队伍来到花莲参加比赛 赛事精彩可期 而花莲县政府努力推动观光休闲 吸引更多国内外好手来到花莲参赛 藉由运动以及观光带动整体地方与时俱进 希望来到花莲的运动好手 以及游客们能够尽情感受 花莲的魅力 以及花莲多元的人文风情 记者铃剪射风箱采访报道